哈喽 我是泛泛 你们上次订阅错了哟 我是有两个号人 看过视频之后 赶快订阅这个号码哟 这是今天要介绍的 大房子 其实就是个 被盒子 这么大 你们猜猜从哪里开 这里 也是一部分 其实它是从这里开的 我们还是要把情况打开才行 好了 看看我们 你看到了一个 华丽的行程 虽然它已经被破坏掉 是不是午夜的时候 明明又来搞乱呢 之前有很多观众朋友问我 叫我TOOTOOTOO 他们问我这些是怎么去做的 下一期 我将会发布是怎么做的 这个二十二 以后介绍吧 还有这个 问我 我就给你的宋教程 不问拉道咯 我们直接看屋子吧 比上次好多了吧 这是一群 哦对 几张海报 我贴出了 请请请 这个小生子 成细细的 孔雀的 这还贴着他们的故事 这是一群衣服 还有 这个和这两套是我自己做的 这套还有 这套我可以展开给大家看吧 这套 这套是这样的 嗯 还有 这套 是我自己做的 我觉得还行 算不上账品 其实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桌子 其实他们就是用纸盒和布料做的 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这个东西少 我要不要介绍这个小熊呢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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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拜拜 演期就结束了 很快是吧 但也要介绍一下 我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小熾坐雷 喵 我们已盖眼 喵 给我们点赞 喵 不理你们啦 喵 咪咪再给个镜头好吗 拜托 谢谢 再次